漢博格 那我们今天要继续讲 成习 今天要把用Excel做出上个礼拜的 利用日资料模拟分析 Excel公式我已经就写在这边了 因为我们要先了解了解Excel公式 然后再去写程式 再去了解程式 那第一个是储存格 这个我是说在I21要打上这一个 然后呢这个是要买卖决定 就设定在I这个栏位 那接下来就是计算报酬 就说如果你的前部位是1 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有买的话 那那你的今天的报酬就是 今天的收盘价减掉前一天的收盘价 那在这边就是这样 然后如果你等于1的话呢 然后呢就是有没有 就第21列减掉第20列 因为我们是利用20日平均线来计算 然后呢不然如果说你前一天是做空的话 那就是昨天的价格减掉 今天的价格 不然的话就是零 然后就是说你没有没有那个 嗯 损益发生 因为你没有部位 那上个礼拜 那个我讲的过程讲完之后 那我是说你就是那个完成的ECEL叫你们做 来不及 啊来不及那我就今天就用现成的好 所以等一下同学就这样直接哈 那个点进去哈 那这个那个就是那个就是正在Google试算表中哈开启哈 那我们上个礼拜就是说这个是哈 反正你这等一下你点点进来 你就是给他哈 直接哈 直接下载哈 直接下载不要在上面做哦 上面做是做不出来的哈 就是这个我这SPY有没有 然后那个这公式我也写利用那个ECEL有没有 插入文字方格后就写写在这边啦 然后不管怎样啦 今天大家做的哈就是那个把它下载哈 下载下载到任何地方都可以哦 电脑预设是在下载这个资料夹下面哈 那下载之后呢 那你就是打开来哈 我们就是要做哈 接下来的步骤哈 我看一下下载了吗 好你要下载的话就是按档案 然后呢就是 嗯 档案后然后就按这个下载 下载成ECEL哈 下载一定要下载成ECEL哈 因为我使用的是ECEL的公式哈 做后续的处理哈 啊这个档案就是我这边叫做SPYSLS哈 嗯 好啦那就用这个档名了哈 SPY然后括号1哈 好下载了之后呢 那我们哎这边就是还是一样就对照到哈 对照到 好这个储存格哈 对照到视窗哈 然后呢我直接就是把它哈 哎打开来哈今天我们这个是做这一步哈 今天要算成绩哦 因为我们 呃其中考前哈 好已经好下已经那个上了第今天是1234第5周 好来这边是下载的好就是3月25日早上10点02分哈 所以我一定要在10点10分之前后做完这一个示范 因为我要把它转成影片档MP4 MP4然后呢去那个哈 哎 给同学好方便同学看方便同学参考哈 好这个就是下载下载成就是这个样子哦 你们看到啊我这个界面是英文的啊 你们当然就是中文了哈 那个嗯 好就是这个样子哈 啊这个东西呢 你可以把它拿掉 拿掉哈 这拿掉为什么可以拿掉 因为我已经有没有把它都写在哈 写在这个写在部落格了嘛 哈 所以你们可以哈看一下哈 这个我这边买卖决定哈 好这个是嗯 拿掉反正你们如果需要的话你就再去下载一次哈 啊接下来呢 就是说我这个储存格有没有哈 i21 好那为了要看的话 当然同学一定要养成习惯哈 这个是你的那个基本能力素养哈 基本能力素养哈 就是懂得去分割哈 分割分割 分割叫SPLIT 就是要懂得去那个不是new window啦哈 那window懂得去分割哈 分割在哪里啊 我view好把大一点好了啊 啊 那个 难道是 switch window吗不是啊 在这边啊 因为我我我就是他的图示有没有 这view side by side是说有两个档案啦哈 然后那应该是那个哈 我把它大一点啦 好大一点就是分割是SPLIT这一个啦 那我们现在就从这边分割来了 就是说这边分割来了 那个 这边的话 同学我刚刚不是说i吗 这边有没有 来 第一天就是说 第1993年2月25字 是零 零就是没有部位 然后那边就是使用这个公式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是 使用这个公式哈 那个是i 啊 那个 哎 我这边写嘛 这个i21跟j21 所以你先确定一下哈 你这个确定好确定这个公式好 确的确实好有打哈 就是i21跟那个j21好 这个j21在这边好 我已经打好了哈 当然还有个东西一定要确定的是说我这边哈 有用那个定义名称叫关键点好 你看 所以你要点一下这个 那个这个叫做名称 这个叫名称方块关键点是不是跑到这边了 好 有就可以了 那有就完美了哈 好 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说哈 然后我们来测试一下是从那个好 我这边就可以哈 把他丢了打开来了哈 那个我们现在呢就是先哈 回到这个home 就是常用去找哈 找出 因为我们等一下会一直在处理这个范围 你滑鼠每次这样子移来移去会很累 而且呢假设你这是你要常常计算的范围就干嘛 那我现在呢要干嘛 要做什么都可以用 好 这边有没有 有没有就这样 那1993 我们在这边总共有几个族存格 总共有几个族存格 我写在这边哈 我写在这边哈 除 存 格 注 木 然后 除 存 格 注 木 然后呢 那个累积 好 那个就这样 那你就 除 存 格 注 木 那你就就用这个 Count G-O-U-N-T 那我 用的名称是 Y-C-A-R-1993 这边呢 因为我们前面没有哈 对 214 对 214 通常美国一年有250个交易日 可是因为我们是从干嘛 3月开始算 就214 那这边 合的话呢 就是干嘛 S-U-N 这边呢 也可以把那个 名称方块要呼叫他 按F-3 好 诶 E-S-A-L 你用E-S-A-L 我跟你讲 你在办公室一定用很多E-S-A-L 不管你是做内型 或是做Y-U 如果是负的 这表示不行 好 不行 好 诶 先把这个做完 练习一下 那个同时有没有 去练习 什么 利用 定义名称 这个叫定义名称 要控制定义名称 譬如说我 假设我现在定义名称 定义错了 要去修改他在哪里 定义名称属于写程式的功能 就是在公式 在公式 然后呢 把名称管理人叫出来 譬如说我已经定义19.3 你要改他 改他就按他 怎么样 更改放了 这个就是在公式 公式是E-S-A-L很重要的 算是已经开始有点进阶的 那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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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